在神话中,据说古时的人类和神龙前提过契约 神龙帮人,人也在帮他 而这上天的宠儿虽然看似无敌 人类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但堂堂神龙却害怕蛀牙 而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 龙的牙医 便是借鉴于这个神话的基础上进行改编 它不单纯是一部有趣的神话故事 还是一部能让人陷入反思的假作 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架空的战争时代 那时候的科技水平已经非常先进了 但即便如此 人类还是无法对神龙造成太大的威胁 幸运的是 龙之国的人和神龙签下契约 以帮助神龙刷牙为条件 换取神龙愿意帮忙作战的后处 龙之国与敌国的战争几乎没有摆过 神龙不仅可以保护国土免受抛火的轰炸 还能精准地定位敌军的方向 这犹如Bug的战争辅助 让龙之国越发繁荣 而这表面上的繁荣 却需要有一群人每天24小时都住在龙的身体内 女主爷爷子就是生活在神龙体内的人 这些人都被称为龙的牙医 每天早上醒来 刷牙洗脸冲澡还衣服 为了照顾好神龙的牙齿 他们的排斑几乎是不会有空隙 每个人的工作也都一样 就是寻找在神龙牙齿上的蛀牙菌 神龙的蛀牙和人类有所不同 这些蛀牙菌就像有生命的一般 在神龙的牙齿到处乱串 牙医的工作就是找到蛀牙菌 然后用特制的武器将其消灭 一旦神龙的牙齿遭到破坏 那么神龙的力量就会衰减一分 本来平静的守护生活 随着一个被人称作 黄泉归魂的超现象出现后 一切的一切都乱套了 那天爷爷子看到龙牙上 出现大量的光虫身影 而一个人就在这片虫灾中昏迷过去 就在他即将被拖入龙牙之中时 爷爷子奋不顾身地过去 救下了他 所以他才发现 这名少年的服装竟然是敌骨的军装 而这个少年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 他被神龙重新召回 才会诞生这一幕的超现象 黄泉归魂这个超现象的出现 是代表着厄运即将到来的前兆 但到底要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 没有人会知道 少年的名字叫做贝尔 他醒来后也表示很惊讶 他明明记得自己已经死了 而帝国军官出现在神龙体内这件事 很快也传到了龙治国军队的耳中 他们派人想要做拿贝尔 可是牙医队长却拦住了他们 其实养伙人一直都不服对方 并且在管理契约上 龙治国的人就是无权命令奴的牙医服从任何事情 既然来到了神龙的体内 并且还是黄泉归魂 所以贝尔在这里也算是受到了最高的礼贷 但只要是在龙牙这边待着的人 就必须进入牙医部队进行特训 给神龙清理助牙军 虽然贝尔一万个不愿意 可也没有办法 但在这之前 他陷入了无尽的思绪之中 为什么神龙要复活他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活下去 这条龙真的是擅自主张 想死都不让人去死 他现在又想要自我了结 叶子却说了好久都没有任何效果 而路过的前辈柴明 却看穿了贝尔的内心 他调侃贝尔的长相适合做个小白脸 明明长着一副柔弱的脸蛋 身上就穿着威武的军装 这样的人一定是凭家事混进去的 而事实上 贝尔确实是靠父母的原因才进入军队 柴明的每一句话 就像一把无形的刀 锁在了贝尔的心感上 最后 柴明留下一句话 想死想活取决于你自己 换言说 即便强迫贝尔吃下饭 可是他还是一味想死的话 这样的人即便活着 也失去了意义 贝尔或许是听懂了柴明的话中意 想出想在衣服里 准备用来自尽的小刀 随后抓起饭团 一边流泪 一边大口地吃着 既然又一次活着 那么 不妨去尝试一下 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 寻找是能复活自己的真正原因 才刚鼓起勇气 决定好好活着 结果贝尔就被椰子拉着一起洗澡 这件事 让他尴尬地想立刻死掉算了 想到剧结束后 生活就开始进入正轨 爷子成了贝尔的师父 开始教他关于龙牙和猪牙军的知识 这里不仅仅是那种 有意识的猪牙军在每天乱串 还有一些稀小的污垢 沾在牙壁上 这里的污染 让人感觉十分的恶心 甚至 还有一些人类的破败东西 会出现在这 那是因为前下期约的龙牙医 在死去后 灵魂最好的归途 好像就是来到龙的牙齿内 但幸好这些脏东西 都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 不过 牙医们就需要提防一种 特殊的细菌 天狗虫 这是12年前 在出现过的一种 最顶级的猪牙军 科普完所有的知识点后 贝尔就开始跟着爷爷子 每天开始工作 娘娘的关系越发的亲近 虽然贝尔还是觉得 眼前一片迷茫 但是和爷爷子相处的时候 他总感觉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这些生活虽然枯燥乏味 但是贝尔就觉得 如果可以这样下去 好像也还挺好的 但很快 他意识到自己是错的了 12年前出现的天狗虫 竟然在这个时间段 又一次诞生 龙牙崩坏 他的本体 瞬间跑了出来 因为天狗虫 可以传作在龙牙之间 速度极快无比 龙牙很难对他进行捕捉和斩杀 但是经历过上一次的 天狗虫袭击 牙医们已经知道 该如何作战 也研究出能困住 天狗虫的姐姐 毕竟上一次战斗 几乎所有牙医 全部丧命 姐姐的形成 让天狗虫无法隐匿 应该胜利再望 谁知道塞鸣在看到 无计可施的天狗虫后 频率极为冷静的他 却突然情绪失控 拿起武器 直接冲进去 想了解他 可是因为失利的差距 被天狗虫打败 并且 这次进攻还破坏了姐姐 导致天狗虫找到机会 逃得出去 椰子他们现在正在 对那颗崩坏的龙牙进行救治 天狗虫逃出来后 立刻来到这颗断牙 想要再一次攻击 于是龙牙上的椰子 成了他们的目标 信号同班修三攻击 天狗虫 穿越了他的目标 但是修三现在的状态 也无法迎击 他的命运只有被天狗虫给吃掉 但是面对死亡的他 却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露出了 赤然的小龙 修三族 在临死前 他打开了胸口前的虫毒 服用虫毒的天狗虫 顿时行动缓慢 众人立刻合力将他制服 修三的尸体 还没有被完全腐烂 但即便如此 也已经惨不忍睹 他受到了压抑部队 最高的礼带 不管去到哪里 都有战斗和死亡 本以为在这里 可以随约经号暗暗老去 但是事实远远比他像的 更加残酷 因为每一个龙的牙医 都需要经历一场仪式 这个仪式就通过触摸龙牙 要去窥探自己未来的死亡 每一个人都能看到 自己临死前的最后一幕 这个仪式最重要的 就是让人坦然接受 早已安排好的命运 如果无法认同 那么这个人就会死去 椰子的未来 是被一个黄头霸的敌军士兵 给杀死 那次测试 他接受了这个命运 其他人则因为不接受 而全部献祭 成了龙牙的一份子 为了无法认同 他在刚刚鼓起勇气 决定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现在却被告知 命运是早已被安排好的 椰子能够接受命运的安排 并不是不惧怕死亡 而是他认为活得久 不一定具有意义 而活着的最大意义 便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如何去活得精彩 现在每一个牙医 都是这么想的 毕竟 他们都通过了失恋 但凡事总有意外 十二年前那场天狗虫大战 夺走柴明艾伦的性命 所以他才会见到天狗虫 而情绪失控 但是真相运运更加可怕 因为天狗虫的复活是人为的 队长在断牙那发现了断妮 在所有人面前当中 揭开了这个黑幕 柴明也不紧张 反而露出了藏在牙齿中的 天狗幼虫 随后他和天狗虫 交叉融合 变成了可以保留意识 还拥有天狗虫能力的怪物 他同恨神龙 于是又一次对那颗断牙进行破坏 这一次 龙牙彻底断裂 从天而落 而贝鹅和爷爷子还想试图挽救 却无济于事 两人跟随的龙牙落入地面 幸好龙牙在到达地面时 紧然悬空才没有死亡 而老牙碎裂 幼牙重生 之后带着幼牙回到神龙口中 才能恢复 而柴明还和敌库军队布朗 穿东号 龙牙追落的那一刻 他已经在地面等候多时 幸好龙之国的军队 也及时出现 才救下了爷爷子他们 和布朗拥有躲避领域的能力 任何子弹都无法打中他 所以他暂时撤退 而贝鹅却在深夜 梦到了自己被布朗杀死的画面 这不是假的 他之前真的被布朗杀死了一次 按理来说 因为恨 他应该要阻止龙牙被布朗获去 但是他却拒绝喝爷爷子 回到神龙身上 他讨厌那种坦坦接受死亡的环境 他害怕自己看到爷爷子死亡的时候 意见不合导致两人奋倒扬镳 可是很快贝尔就发现布朗已经重挣起鼓 去追杀爷爷子 对方抢了一架飞机 和龙牙被士兵抢走 眼看敌军想要利用龙牙 进入神龙身体 贝尔在关键时刻 帮助爷爷子跳上飞机 虽然抢到龙牙 但是却从飞机上坠落 这一次龙牙已经没有力量在拯救他了 但谁知道 财明却突然来了 他将爷爷子救下 并将龙牙交给了布朗 利用龙牙 布朗他们终于可以对神龙造成伤害 因为神龙总是藏匿天空 失去一颗牙齿的他竟然无法继续藏匿 并且由于神龙造成 由于成保护层 如果不利用龙牙进入内部 根本无法伤害他 眼看布朗的目的就要达到了 而是一进入神龙体内后 爷子的武器就重新获得力量 他抢回了龙牙 却引爆了飞机 而救他的人 海事财明 他并不是想要利用天狗虫杀死神龙 疑惑者让自己的伙伴牺牲 他只是和贝尔一样 无法接受被安排好的命运 他变成铁狗虫 也是想利用铁狗虫的能力 进入龙牙内部 毕竟死去人的灵魂都在龙的牙内 说不定可以借此来复活爱人 可是龙牙的世界却是一片黑暗 在看到光处的时候 他以为面前的是自己的爱人 但谁知这个爱人 却是一种怪物的伪装 他实施了财明的力量 以一种全新状态的猪牙军 出现在龙牙之上 龙的力量被彻底削弱 连保持飞行都不行了 那些猪牙军变成恐怖的怪物 开始肆意破坏着世界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人类就死丧无数 而叶子发现 只要不带有杀意的人 就不会被怪物盯上 还没有意识到灾难来临的布朗 已经闯入了龙殿 他要破坏龙之国和神龙的契约 而这契约来源就是龙的赤赤 可是由于节节保护 无法破坏 布朗只能带走赤赤 现在想要阻止这场灾难的唯一办法 就是用幽牙躲住那颗 出现猪牙军的龙牙 将根源全部斩断 叶子想要贝尔跟他一起拯救世界 但是却被无情拒绝 因为贝尔在这一刻 好像找到了自己复活的意义 他有一件事必须去做 叶子没有多问 因为他相信贝尔 两个人分开后 贝尔就来到了龙殿门前 他早就发现布朗来到了龙殿 他举枪做事 想要杀死布朗 却被布朗调侃 还是那么软弱 连杀人的勇气都没有 就要上战场 回想起自己之前 被布朗杀死的一幕 也是这样对峙着 是的 贝尔还是没有勇气开枪 但是他的目的是 逼迫布朗开枪 果然杀意的诞生 引来的猪牙军 布朗族 可是贝尔也死了 黄泉龟魂引发灾恶 但是龟魂而来的人 却是有可能改变灾恶的关键 12岁就死了两次 贝尔不确定 自己社会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但是这一次死亡 他感觉很知足 而叶子也在队友的配合下 不仅救出龙牙内的柴鸣 还将幽牙重新塞上 成功逞出了这个世界 而在世界中暗无色回复后 那个黄色头发的士兵 在众多尸体中爬出 他就是为了杀死叶子的人 贝尔的复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阻止这种灾难 还是想要改变叶子的命格 亦或者是和叶子的短暂相遇呢 先不讨论这个故事的核心命运 来进行讲讲这个故事的表面寓意 以神龙为基础 作为故事设定 虽然亚裔从不参与战争 但是这条神龙却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国家的华神 亚裔也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而以这个切点进入 我们就可以谈谈这个故事的表面主题 命运 每个人的命运到底是不是已经被设定好的 有的认为故事讲述着个体改变命运 但是要清楚 复活的贝尔是神龙安排的 他所做的一切是否也在命运安排之中 最可笑的是 两次死亡都是同一个人造成的 他在最后去进行的抵抗 还是死了 只是在神龙身上死去 灵魂会来到东亚内 此法相同 地点不同 状态不同 则算不算改变了命运 但故事从来没有想要告诉你 命运能不能被改变 因为最后一个是开放时结尾 那个黄丝头发的士兵没有死 爷子到底有没有读同命运安排 一样死去 没有人知道 与其反思命运到底能不能被改变 不如想想这个作品的真正主题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是围绕生存意义去进行思考 因为思考命运能否被改变这件事 根本不切实际 我们现实没有预言的方法 那些天灾人祸根本无法预测 所以思考生存意义是会更为妥当 这点从剧情上的女主对生命的长短 没有太多的执着 她的观点就是 比起考虑怎么反抗命运 还不如考虑一下怎么活得精彩更好 不如去吃碗米饭 好饱 舒服 来得更自在 就像男主贝尔最后此去世 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生活 这点我没有在剧情解析上提到 虽然挺重要的 但我觉得有点啰嗦 大致就是这时候的贝尔 也想起了自己的生存意义 所以我们先不用去管能活多久 而是你活着想要什么 不要在这失太炎娘的社会下 失去活着的信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生存意义是什么 管他呢 毕竟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 但是我可以确定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存意义 那就是不断地去寻找自己的生存意义 视频今天打帅哥打美女 希望你们能够提起信心 每天都可以获得精彩 现在给自己加个油 如果你觉得说出口好尴尬 那就用文字形式在评论区留下 冲呀 给自己鼓励一下 我是少年 你们明年有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